老婆要分娩了 但你又喝了酒 你会开车送医吗 开车送你人要走 不开车你整个家庭都要走 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 陈某的妻子已经怀胎九月 正直快要临盆的时候了 陈某觉得自己直将喜当爹 值得庆贺 就约上兄弟出去潇洒 回到家时浑身都带着酒气 晓得了明白他是回家了 不晓得了还以为是老高成人了 陈某刚回家不久 其实就腹痛男人 直将临盆 陈某赶紧摸打120 却被告知父亲的救护车都被派出去了 且支援车人到达的时间不能保证 而此刻 周围会开车的也仅有陈某自己 没办法为了这个家 也为了媳妇的生命安全 陈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虽然成功抵达医院 可随后陈某就被帽子输入抓获了 经血液检查 陈某已构成罪驾 后法院审议认为 虽然陈某客观上实施了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但陈某意识到 妻子正处于分明状态 处理不当可能造成生命危险 迫不得你才醉酒驾车 属于在必要的限度内 实施避险行为 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 因此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你怎么看呢